雪兔 你怎麼拿那麼大的箱去 我跟你講 我超屌的 我收到加勒爾地區來自洛茲會長的包裹 真的假的 超扯的 可是我不知道他到底寄什麼東西 嗨 各位觀眾 我是雪兔 今日呢 我們來開箱來自洛茲會長的包裹 在這麼久的時間 唯一寄見給我的就是大火博士 我沒想到呢 連洛茲會長都看到身為訓練家雪兔的我 努力不懈拍攝影片來去宣導眾多的玩家 這樣子的狀況 他看見了 來自加勒爾地區所給的包裹 到底會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來一探究竟一下 這裡也太多的模型了吧 有小茂跟風速狗 這個是 葉子 皮可西還有耿鬼的模型 它哪一個世代的啊 那是火紅跟葉綠的 火紅葉綠 然後還有這個 反木老大 我天啊 然後旁邊還有什麼 拉普拉斯跟多邊獸 現在還可以叫3D龍嗎 那它這個蠻帥氣的耶 而且它這個正面的 這是當初打四天王的地方嗎 對 整個房子 當初我們還在玩掌機的時候 Gameboy時期 我可以很確定跟各位講 可是15年 你各位所有小朋友還沒出生的時期 我們還在這裡面跟人家打架喔 那時候雪兔用的隊伍呢 是波波 BB鳥跟筆雕 因為我那時候覺得筆雕超帥的 在一開始的城市裡面 我就開始在訓練波波 你知道我在還沒有經歷到第一個道館之前 就是這個人是誰啊 小剛 在那裡濃了一隻筆雕 你知道我花多久時間嗎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SETTLE嗎 大漠博士 噴火龍妙蛙花 水見龜的 這一個精緻度似乎很高耶 等一下 我櫃子還有地方可以擺嗎 我等一下清除一些老婆好了 這幾個箱子上面的名字都寫日文 我就看不出來了 再把它逐一的開箱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先從不知道名字的開箱好了 連外觀都不可考的內容物呢 比較引起選擇的好奇 這是 初代主角的嗎 對 他這一次給的 這是一個大SETTLE耶 我幾乎把所有的訓練家 女主跟我們的對手都出現了耶 那請問這一個是什麼呢 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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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的三獸 很早很早以前 選擇還是用GBA玩的 這一個這三隻是我們欲為最猛的 我們一定是抓這個水軍啦 如果這要全部埋起來的話是要怎樣 做啥啊 這一個是我們阿肚 我對他有一點印象是因為我在打PTCG卡牌的時候 他的效果呢是菱形卡 我們現在呢先拆最喜歡的是 阿肚老大 雪桌是滿喜歡反派的 個人就是反派腳 第一個我要先開的就是咱們歷屆主角 親入這一塊 這個風速狗 給各位看一下 好猛喔 他做得很精緻耶 他這做得真的很精緻耶 他的人物角色也做得非常的精巧 做得都很細緻 整個手啊 還有表情啊 以及衣服的交合處 都還算滿不錯的 所以他這樣子人物角色直接這樣放出來 下一個我們來開赤紅 而且他還給笛 他超好笑的耶 他有給那個笛子你知道嗎 卡比獸不是睡在路中央 你要靠那個精靈笛你可以把它叫醒 他還有給精靈笛耶 太好笑了吧 他卡比獸做起來也是很光滑又圓潤耶 這根笛子可以塞在他嘴巴嗎 那他這根笛子要塞在哪裡啊 那接下來呢是咱們的葉子 這個要小小的組裝一下 趕鬼的話倒是不需要 趕鬼超帥氣的 我覺得這根Rio或者是 阿神看到的話會很想買 女主角的部分啊 我覺得拿著這個女主角好像有點 FBI會來抓我嗎 我突然聽到 蹦蹦蹦 第一個女主角呢 享有兩隻神奇寶貝的待遇 看下來其實這女主角的性價儀比也算滿高的 那在這裡呢一定會有人問說 欸雪杜那你這一些 到底洛茲會長是去哪邊買的 明確告訴你啊 我在某一個網站上 確實有看到 洛茲會長所買的這些商品 在Premium搬帶 就是我們簡稱PB的這個網站上呢 可以買得到 等一下我會再全部再下單一組 雪杜有一個習慣 如果真的很喜歡一個商品的話 我會買全新的 然後不拆封 我上面其實很多禮盒都是沒拆封的 好 現在我們把三個玉三家都拿出來了 接下來大莫博士比較應景一點 大莫博士的那個盒子 太舒服了吧 強迫症的人 你直接看到那個就 喔 舒服 妙蛙王王 哇賽 我們要把它逗起來 欸這好大隻喔 我老天哪 這妙蛙王真的滿有它的威嚴氣勢的 我看過滿多的類似的模型 都做得沒有說特別的好 至少這個看下來是蠻帥的 其實我要放在主角後面 這隻什麼 這個盒子比較小 這應該是大莫博士吧 有沒有看到 這這一開始這三顆寶貝球 新典 然後我們最後選擇的是皮卡丘 放在這邊好了 水劍龜 涼管水泡 帥氣 這樣的噴火龍呢 我滿喜歡它這個模式的 我覺得這樣滿可愛的啦 它如果把整個翅膀全部都鬥好的話 整體的縫隙其實看不太出來 所以後面的這個尾巴火麵 做得其實是滿不錯的 老實講 所以靠著尾巴來去做支撐 微微的很像要飛起來的感覺 就這玉三家其實買起來的話 我認為性價比也算是滿高的 接下來 你們覺得三獸這一個的包裝其實還滿酷的嗎 炎蒂比水君大隻喔 炎蒂的話它有出劇場版 所以我知道 水君我沒有看過 有 炎蒂的樣子 是不是吵了兩個 你為什麼要裝翅膀啊 我是不是又要被踏伐啊 先放後面好了 水君的話我就很好奇它的 那兩條斷帶要怎麼來去 這是從它的屁股裡面督進去的吧 我記得 真的 它這樣看起來其實很帥氣耶 而且很美感 它斷帶不會像是一般的那種 外面模型的斷帶那麼的聲音 整體的曲線其實做得很流動 你會覺得說好像真的是在動 只不過是你用相機把這一幕給拍起來一樣 而雷公的話 我對它的印象就比較低了一點點 這三獸裡面 水君是大家第一個會想要去抓的 第二個想抓的是眼底 都抓完兩隻了 就剩下的把這個也抓了吧的概念 阿杜的人物也做起來非常有霸氣 蕭蕭可愛 我決定讓阿杜站在大木博士旁邊 我一開始覺得最強的神奇寶貝是快龍 因為快龍似乎在那時候被譽為說很兇 攻擊力很強 而且在劇場版的時候他拿來去送信 快龍出來了 選出最期待的板木老大 為什麼我會最喜歡板木老大的原因 是他在不管是漫畫裡面還是動畫裡面 給我的感覺都不太差 很有義氣阿 在這裡呢 超大隻的拉布拉斯 他大概 他比數還大耶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有在他上面 就是遊山玩水的時期 板木老大 他這個眼神帥壁了 這根本志祺七七阿 志祺七七曾經有Cost過他 在大賽的時候當主播 然後穿著他的衣服 我真的認為志祺 我可以出錢 可以幫我訂一套嗎 我也想要 我也想要當伴木老大 還有 尼多厚跟 多鞭 這樣我們就全部都開完了 由洛茲會長送給雪兔的 我不知道他送這些模型的意義是什麼 我總覺得他告訴我 不忘初心 這些所有的角色還有神奇寶貝呢 真的是從一開始陪伴我們到長大 這裡面角色最新的應該就是這隻了吧 這是阿杜吧 因為阿杜是在跟竹蘭同一個時期 是在3DS 恩也有出現過的那個世代的人物 以上呢都是在萬代官方直營的網路商店 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PB 這些商品呢全部都是限時限量的販售 賣完就會提早截止訂購囉 那如果你想要在官網上面找到這些商品的話 你只要輸入寶可夢ScaleWorld 你就可以找到屬於你的大木博士阿 你的青綠阿 葉子阿 或者是你的三獸 亦或者是加勒爾地區 單地多龍巴魯托的模型 你也可以買得到喔 好的以上呢就是來自洛茲會長的禮物了 你也可以直接去PB官網上面去做購買 阿你不會註冊的話 那雪兔呢就來手把手的來教你一下 最簡單的新手註冊啦 PB官網上就可以看到這個限時免運的活動 關於我們寶可夢的商品都在這邊 時間呢是11月13號下午4點到11月26號 如果我想要的就是單地這一個的話 送出訂單 查看購物車 確認訂單 首次造訪呢 直接按登入詞 本站會員輸入你的信箱 然後會員資訊確認完成 到最後 後面只要再輸入卡號以及你的寄件資訊 就可以成功了 就是這麼簡單 不管你是要斑木老大 赤紅 七綠 還是我們的葉子 在這兒總有一件屬於你的菜 而不是 在這裡總會找到你所喜愛的寶可夢與訓練家 趁著現在心動的感覺 直接下單把這些可愛精緻人愛的寶可夢們 都收進你的寶貝球裡吧 所以說小朋友 最後卡號還是要的啊 那我們再次感謝洛茲會長送給雪兔這麼好看的模型 我呢等一下就要把它全部收在我的非常大型的寶貝球裡面啊 看著這些精緻的模型 讓雪兔在往後 不管是在玩機台還是玩卡片遊戲 會有更多的動力繼續向前來去推光我們的寶可夢 謝謝你 這個好香啊 好的 各位觀眾朋友們我雪兔 希望你會喜歡這次的影片 如果任何問題記得在下方的留言跟雪兔 訂閱雪兔才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 任何相關網址還有任何的所有訊息 我都會放在下方的說明欄 我們就下支的影片再見啦 各位掰掰掰掰